然而如果大家肯去跟這個國民黨內部的一些人事接觸的話 大家應該會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就是去年選舉 其實國民黨受傷其實比民進黨來的更重 為什麼大家應該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國民黨現在對於一個不是他們自己捧起來的候選人 感到非常的你不能說無奈 但是就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 他們就是資訊攻擊受害的一方 因為資訊攻擊他的目的就是要讓你這個國家亂 那當然說俄羅斯的做法很明顯就是如此 這個我們在最前面的時候給大家看過 這個俄羅斯如何讓美國陷入分裂 對中國也是一模一樣 因為中國的解放軍政工具 他們之前在內部訓練的這個文件裡面 就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他說我們對台灣做這些 這個所謂新戰跟輿論戰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造成藍綠對立 人家就直接寫在文件上面說 請大家在學習的過程當中要記得 我們要攻擊台灣最重要就是要造成藍綠對立 那訪談的時候就有遇過這個 所謂在做這個政治公關跟行銷的人員 看起來疑似是從中國來的案子 那因為中國來的案子是這個老闆可以決定接跟不接 那他們那時候就問到說 那請問你要我們攻擊誰 他說要全部的初選的候選人都攻擊 就是郭台銘也攻擊 韓國瑜也攻擊 蔡英偉也攻擊 賴清德也攻擊 就是你能夠想到的那些所有的候選人 他全部都要攻擊 那時候他就問我們說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每一個人都攻擊 那請問到底誰得利 這個意義在哪裡 我反而覺得這個才叫做正常 所以如果是我單純想要讓這個國家亂起來 最好的做法當然就是 每一個候選人都攻擊 這樣才會有他的意義 對立才會產生 那另外一個更好的例子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李毅 李毅這一個人 他當時不是被台灣的統促會 台灣統促會不是統促黨 那是分開的 他們在邀李毅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他在那時候對其他智固成員演講的時候 他講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他說1124就是去年的選舉 不是國民黨的勝利 是共產黨的勝利 那這時候大家聽到還全部鼓掌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就是 因為在他們的眼裡面 國民黨跟民進黨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對他們來講只有說 誰要來當我們代理人的問題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情勢之下 他會認為全部都是我們共產黨所要操縱的 當時我們在推這些相關的法案 或者說跟大家講說 資訊攻擊是很嚴重的時候 其實很多 甚至是藍 不管是淺藍 或者說甚至有些深藍的 他們是支持這樣的一些講法 是因為他們自己都知道 原來這個叫做資訊攻擊 我們民主制度是 大家本來可以好好坐下來談 雖然我們彼此對立 但現在會變成說 我們雖然對立 對立到最後 就已經變得彼此不能夠溝通 那個是他們所想要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一旦產生了 他之後要來裂解我們的社會 就會變得越來越容易 那這個是我們所不樂見的一件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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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